哈囉大家好,歡迎回到我的頻道,我是Sara 嗨 今天呢我們請到我們特別的 薔薇皇后 大家都很期待吧,我在IG上面就已經有跟大家講 我是自己最期待,是我完全莫名其妙 毫無來由的就換件蜜她說 妳可以來幫我化妝嗎? 這也算是妳的第一次吧? 就是第一次嘗試變妝皇后的這種妝 因為我自己其實嘗試過,然後我沒有在影片上 就是大失敗,整個看起來就是很奇怪 所以我就想說,我想要找專業的 然後我就很早就有追蹤妳 我就看到人家在封妳的照片,我就覺得 看這個人好猛喔 然後我就很害怕的問一下 她就說可以,我就好開心喔 所以今天我媽媽 今天就是要把妳變成我的女兒啊 妳有看過Drag Race嗎? 就是會有一個mother跟daughter的關係 真的,RuPaul Drag Race 我接下來沒事就是可以去看一下 我有很多記可以看 一定要趕快追啊 現在已經到第13了 那我們今天呢,我沒有任何plan 那我們就是請常威來把我變妝成她想要變妝的樣子 所以我都不知道她要怎麼化 我就是全全交給她 那我現在臉上有一些淡淡的妝 我先把它卸掉 那我們就直接進入我們影片的部分囉 OK,那我們現在第一步驟呢 就是要封眉毛 那我們就是要用我們的口紅膠 妳剛剛有看過一些tutorial吧 有 就是一些國外的教學 我之前有一次做過 然後我有畫一個妝 我就是只上了一層 然後我就以為我可以 然後一層不夠 超級不夠 可是其實妳的眉毛很軟 沒有到太濃密 所以我覺得妳封眉其實不用封到太多層 可是我上一次封一層就是她會有很多根翹起來 可能就是那個口紅膠的問題 喔,可能 這是哪排口紅膠我也忘記 因為其實還蠻多人會怕說 口紅膠會不會傷皮膚 或是會讓妳的眉毛壞掉之類的 就是可能有些人比較在意她的眉毛 所以他們有點懼怕口紅膠這一塊 但是其實口紅膠它是一個無毒的產品 因為它本來就是設計給小朋友用 對皮膚這種東西都是沒有太大的傷害啦 其實有一些小訣竅就是 你可能會覺得說封眉毛的時候 可能封一層不知道夠不夠 可以照鏡子的時候看一下側面 看一下那個毛有沒有 側面的時候是有站起來 喔,對 如果有站起來的話就代表還不夠 DRAG QUEEN就是它只有男生可以去玩 其實沒有耶 喔,真的嗎 其實國外也有女生在做DRAG QUEEN的表演 真的假的 對,然後也有一些跨性別 就是譬如說她是女生 然後跨成男生 然後她還是在做DRAG 她還是在DRAG 對,就是她還是在做女性形象的一個變妝 而且我也聽說有直男也是有在做DRAG的 比較少遇到 對,但是也是有的 就是因為我覺得變妝這個東西不是一個就是 就是只舉現在男同志 對,就是她就是一個藝術 就是看你是怎麼解釋這個事情 真的 真的,因為我看我就覺得是個藝術 就覺得這個東西已經超越 就只是男生想要變女生 它就是一個藝術的呈現 真的 因為其實很多人會問我們說 欸,你做變妝你會不會之後繼續去變性之類的 喔,這種變性 對,他們就是可能會有那種聯想 對,但是就是因為他們不了解才會有這樣的生理 欸,我從來沒有想過會不會想 都已經能化成 往後了,幹嘛要變性 那我來看看大家的一些問題 幫你壓一下粉 有人會說辣妹的衣服都是哪裡買的 是訂做的嗎? 辣妹的話 辣妹是你 辣妹的衣服 其實我還蠻常會網拍的 就是會逛淘寶啊 或是一些國外的 像Fashion Nova之類的 喔,Fashion Nova 但是如果是比較偏演出類型的那種舞台的 那種表演服的話 都是訂做為主 喔,訂做是哪裡訂做? 還是有時候你們會自己做嗎? 我自己不太會做衣服 就是我有認識一些做服裝的設計師 那我就是也有固定在配合的設計師 對,叫B-Drag 其實Drag就是沒有局限說 你今天是一定要就是都是 誇張路線 喔,對啦 對,就是你也可以是真的很女性 很漂亮的路線 喔,那樣也可以喔 那樣也可以 所以不是說一定要很誇張 對,其實每一種的風格都不一樣 但是我覺得主要的共通點應該是自信的感覺吧 嗯,對 真的 你也可以是漂亮的 比較簡單 或是比較接近女人的樣子的Drag 但是你的穿著打扮就不會是就是真的是很真女人那種 一般女神會穿的衣服 就是你一定會是更浮誇更厲害的那種感覺 有人問說幾歲開始化妝? 如果是單純以化妝來看的話 其實國中就開始有在接觸化妝這件事情 對,但是如果是說變妝皇后這種妝容的東西的話 其實是在2018年開始的 那也沒有很久耶 對啊 那你真是馬上就上手 就是很厲害了 哈哈哈哈 是的,不用我說他自己說出來的 很厲害的 對啊 還是要對自己有自信一點啦 真的 而且變妝皇后不只是要繪畫 你還要繪跳 然後跟Lipsync 全方位的藝人嘛 但是其實我們現在也有被一些疫情的影響 啊真的喔 也有被疫情影響 還是多少多還是有啊 像可能有一些胃牙之類就是可能有被取消掉 啊對齁 那這樣子也是 天哪,疫情什麼時候才要走 好,現在就是差不多幫你的眉毛封好了 等一下上底妝之後會再把它弄得更遮住它 好,那我們接下來是 底妝 底妝 可以上底妝了 OK 底妝的話呢 嗯,讓孩子了 哈哈哈哈 去後面挑 去後面挑 那我們現在是使用Huda的 那我可以問你一個妝大概 畫你自己畫多久 我自己的話其實我畫蠻快的耶 因為我現在已經很上手了 就是不會說需要重畫之類的 像我今天這個妝只要一個小時 欸這個妝一個小時耶 我可能都不行 我自己都不行 我要挑戰看看 因為就是已經很了解自己的妝 因為其實我們這樣的妝 你們會覺得很難畫 但是其實我們會覺得說 我們不用太專注在那些小細節的地方 可是你畫得很細啊 這是重點 這不是因為有一些人的drag的妝 就是近看你就看出就是 誰 哈哈哈哈 閉嘴不講話 就是他們有時候近看那個妝就 不是很細 效果還是有到 效果還是很好 對 但是我先去近看你的 就是因為有些人都會覺得說 就是以舞台效果為主就好 反正大家也不會那麼近距離看到我們的 而且夜店就是那麼暗 只要追求到那個效果就好了 那你畫那麼細幹嘛 那你畫那麼細幹嘛 因為我會覺得說 嗯我是drag queen k.o.l 哈哈哈哈 真的我跟你說 我現在自己在她面前 她那個是眼線什麼東西 都細到一個爆炸 有人問說 自己畫過最滿意的妝 嗯其實我對於自己是蠻要求的人 應該會沒有吧 就是有時候畫完之後會覺得 好像還可以再更好 我覺得其實沒有說一個絕對 就是我覺得我現在畫的妝幾乎都是 就是我自己的風格 不會說可能跟別人太雷同 有時候還是會去致敬或是模仿一些 就是自己喜歡的風格 然後挖取一些自己喜歡的 然後放到自己身上 但是那個東西都會變成是自己的東西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說 要說一個最喜歡的其實 只會覺得說 這個是最有成就感的 但是不會說是最喜歡 對 就是可能畫出來 畫最久的一個妝之類的 或是畫最多顏色的一個妝之類的 我懂你的意思耶 對 對啊其實要我說我最滿意的妝 我也是花時間 花心思最久的那個 可能會是我最喜歡 Movie這個遮瑕度很高 OK來囉 來囉 白色遮瑕 你平常有用過嗎 我是用畫特殊妝才會用的喔 其實我覺得變妝皇后妝 還滿吃白色這個顏色 就是還滿需要白色 或是黑色 就是這兩個顏色還滿重要 因為要重嗎 對 那你現在是全職嗎 對 但是其實我還是學生 其實現在剛好就是放寒假 對啊 全職要就是接CASE這樣做嗎 對 還是你們有個Agency這樣 就是我們有固定的住店的店家 然後我們會是排班的方式 就是大家亂流表演這樣子 像疫情的關係 我會怕就是哪天疫情又突然變嚴重的話 我的工作就可能就會因此而變少 所以我就覺得說 那我要多以就是可能社群的經營 是一些業配啊 那種 對我我也覺得 那我們今天就是來畫粉色系的 粉色系的 因為我平常就是也是都是以粉色系的狀 對 你粉色系的狀很好看 然後我想說我今天就是跟你是一個對調感 對 對就是有點像Kiki Lala 你是先畫眼線嗎 對我會先抓那個位置 對然後再去暈染它 這就是我的比較快速的原因 哦原來是這樣 對啊 我們畫的時候就是 一定要先把大概的位置都抓好 嗯 很像是就是直接畫一個藍圖的感覺 我也覺得 而且很順 我感受得到你的比方很順 好然後我現在就可以開始去暈染那個眼影部分 酷喔是跟就是眼線一起這樣 有人問一支全新的眼線筆可以用多久 我眼線的用量很大 因為我之前是單眼皮 眼皮非常厚 然後我就是一月的時候去做的那個縫霜眼皮 嗯 然後就是縫成內霜 嗯 所以就是 我在眼線這一塊已經變得非常深 喔真的喔 對因為我以前眼線就是可能會畫到這邊這麼高 喔有感覺 對就是到那麼高的位置 然後睫毛就是直接貼在就是那個上面 不會貼在根部 眼睛的時候 睫毛是不會動的 就是睫毛會一直站在那裡 好酷喔 對就是大家不會覺得說 啊你到底是在睡覺還是你在看我 你知道嗎 直貼的真的很不好 就是對我來說蠻困擾的 但是就是我做了手術之後 我覺得我現在睫毛是可以動的 喔對 可是你今天沒有畫眼線 因為我現在眼線只要畫內眼線就好了 對啊 就是我覺得就是差很多 我完全沒有發現是乖乖的 那你以前是用很快是不是 用量很大啊 而且我超愛用NYX的那一個 喔我知道 Epic Ink Liner 真的喔 好 我們今天就是同一個化妝路線 就是樣子是一樣 是不同顏色 喔 對 很好 我覺得你臉上那個妝很漂亮 我就想要那樣 我們等一下卡克里斯就用它白色 喔 喔 那個白色被挖到一個 挖到 要見底了 對啊 然後這個味道就很明顯就是 喔 就是那種特殊妝的 喔喔喔喔 就是油彩 就是油彩 油感 我剛剛不應該那麼近 那有人問說當了Drag Queen 之後對你的影響最大的是什麼 就是感情這一塊 感情 就是交友啦 你知道就是在交友人體很容易被認出來 喔喔 很難就是男裝的身份去交友 你知道嗎 喔真的喔 就是可能連就是包括性生活也變很少 蛤 為什麼 我以為會變多 沒有 沒有 對 很多人都會以為說 Drag Queen就是很 就是很 就是很受歡迎 沒有 有男同志喜歡的是男的 喔真的喔 但是也是有一些 能夠接受就是比較女性化 比較娘的那種 Gay 對但是 可能我自己也是有一些自己的要求啦 喔 對啦自己的要求也是很重要 對啊 喔 居然是這個影響最大 影響最大我覺得 這個吧 我覺得 變裝皇后在這個台灣的能夠被接受度越來越高了 一開始都是以夜店為主 嗯 然後現在都是有一般的那種媒體啊 也會想要去了解 或是專訪之類的 其實台灣反串變裝表演的文化 最一開始其實算是同鼎藝人那個路線 同鼎藝人就是大餅啊 菜頭 他們以前都會在節目上去反串表演 一部分也算是變裝皇后 但是變裝皇后會把這個事情變得比較偏向是一個 專業的領域 不會說是喔 我之前只是 國軍以上就是 當作是搞笑那種 戲劇路線 嗯 我覺得現在目前還是會有一些台灣的民眾 可能在看我們表演的時候 會覺得很像是 喔 你就是一個小丑啊 在那邊搞笑 穿一個女裝在那邊表演而已 就是他們不會覺得說 這是一個很辛苦的事情 不會重視到我們背後花了一些努力的東西 這是比較可惜的 真的是要了解 我覺得我是 可能一開始就是從Nikki那邊 然後看了一些影片 什麼國外的一些訪談 drag queen 我就知道 drag queen是一個 很有藝術性質的東西 然後也是一個職業啦 對 是個專業 所以就還蠻開心 就是越來越多人能夠 會想要去更了解這個文化啊 我很開心就是今天能夠來你的節目上啊 我才很開心 因為我那時候要遞你的時候我很緊張的 會不會有人覺得這個怪人幹嘛啊 不會喔 我也想要上司每一個推廣這個文化的機會 對 我也是覺得我想要讓更多人知道這個東西 對阿 其實你知道我們就是變妝皇后 不只會有異樣的眼光就是側目 我們有時候還會被攻擊 或是會有一些挑釁的話你知道嗎 真的假的 真的 因為 因為你畢竟就是女生 可是我們 有時候可能很明顯是男白女裝 可能我們還沒有戴好假髮 我們只是化好妝 就走在外面 因為就是在感腸 一定是以最方便最快速的造型 就覺得大家各推一步包容對方的不一樣 其實像我剛開始在做變妝的時候 我爸媽也是很擔心我 就說你為什麼要一直在做這件事情 你不是只是玩玩的嗎 你不是只是就是在學校可能表演一下而已 或是有活動派對的時候才會表演 你怎麼好像把它當成工作一樣 對 那我就會告訴他說 這是我的興趣 那我覺得我沒有做錯什麼事情 我覺得我不會今天去殺人放我 就是去害別人 我覺得我今天做這件事情 會讓我很有成就感 而且也可以鼓勵到很多人 邀請他們來看我現場表演之類的 他們就有感受到 這個不是一個玩玩的東西 我是很認真在看待這一切 有一些成果或是成就 讓他們知道說 我可以因為這件事情 照顧好自己 就是不需要去靠人家 那他們就會開始比較放心了 對啊 我覺得很多東西都是 就是要給他們一點時間 好 我覺得他Chris已經好了 喔 等一下就是加眼線之後 上一些珠光然後再畫眉毛 眼妝就差不多了 嗯哼 等一下喔 我想要幫你加那個Stella 然後我可以用這個PAD 是PAD 嗯 再加上去 疊差 我眉毛都是用眼影粉來畫 我也是耶 也會用眉筆 但是我覺得眼影粉好快 真的 真的 我們現在可以進入我們的臉的部分了 OK 眼妝的眉毛都好了 OK 欸真的超DRAG的眉毛欸 我的天哪 我剛剛有沒有說媽媽我上電視 但這不是電視 我變成DRAG了 幫你補一下下睫毛 好 這個妝感的話我會比較偏向想要像是娃娃的感覺 喔有 像那個BRAD STORE啊 或是BARBY那種 所以我都會畫像這樣子的下睫毛 有這有BRAD STORE的那種感覺 對 待會我用Hinching好了 我很少用桃紅的腮紅 真的嗎 你平常都是橘粥嗎 對 因為我就是個土區Girl 可能是我的膚色嗎 我像死亡BARBY一份就不行 我平常的話我都會就是腮紅直接拿來當修容 喔我知道 對 我會特別再去打一個修容色這樣 喔真的假的就只有腮紅 就是腮紅直接上到顴骨那裡 我想到有一個問題 就是剛剛上面有 他說我們兩個自己最喜歡的Jeffree Star的產品 眼影盤 那哪一盤我問 挑兩盤 感覺好像很多盤對不對 不過我今天只能挑兩盤的話 就是ORGY跟Jobreaker 真的假的 那ORGY我一定要買 你都這樣講了 真的就是ORGY跟Jobreaker 就是這兩盤就可以打天下啦 就是彩色系跟大力色系啊 像這種娃娃感的妝的話 我會一樣就是上到這邊 太陽穴的位置嗎 額頭這樣子 會讓它有點像是白裡頭紅的感覺 你知道嗎 好我會一樣也會打一點在鼻子 這裡 它看起來比較無辜嗎 其實鼻影我都沒什麼特別的 我以前會很極致的修 對 可是因為自從我做的鼻雕像 開始就是一直都在做一些微整的東西之後 就會覺得不想要太誇張的妝感 那你修容比我想像中很自然 對啊 所以你該不會算是比較自然派的皇后吧 我覺得我是誇張的是在眼妝 但其他地方都算是偏自然路線 這樣也是 自我的風格吧 我現在這樣好像芭比娃娃喔 黑髮的另一種 我覺得等一下嘴唇上去應該就會更不一樣 對 對 嘴唇 問題裡面也是有人問說要怎麼把嘴唇畫得很厚 畫唇妝嗎 對 因為我都會用唇線筆先描那個輪廓線 要畫後唇呢 第一步驟就是先從下面這邊直接開始 我有感受到很下面 就是我不會畫在你原本的嘴巴位置 就是我會畫得比較下來一點 然後再慢慢順回去 然後接下來上唇的話 我就是通常會在中線這邊先畫一條線 然後就從這邊開始 然後我們就可以上唇蜜 喔 Dior 我還沒有Dior的那個唇蜜 很好用欸 Oh my god Sexy 上唇一定要上到 我知道 我不知道怎麼講邊際線 就是你原本的 對對對 我就叫邊際線好了 你最原本的嘴巴的那個邊際唇型 真的 所以一定要上到那個地方 因為它才會最反光 你還是比較美啊 你怎麼沒有把我畫得跟你一樣美呢 我覺得我們已經是一個一家人的感覺了 對 沒有 你現在引眼上去就不一樣 好 但是我們要先打亮吧 喔對齁 怎麼可以忘記打亮了 要打亮一下嗎 一定要打亮的 打亮是這個 我以為你上打亮比我還要再客氣 因為我自己平常是比較喜歡 就水光感的那一種 就是亮的地方我會一直夾 但是整塊的話 我會淡淡清清淡過 然後鼻子的話 我就是都會 只會上三個點 就是 鼻頭 然後中間這邊 然後還有上面這裡這樣子 然後下巴有時候 我就不太會上 我自己啦 我手爽了 就是會 下巴我覺得 正常就還是必須上 好啦 完妝了 五個妝了 對 可以嗎 可以的 整個就是超整 但是 接下來我們要真的去變妝成真正的皇后 我告訴你 假髮衣服什麼東西 戴上去之後 你是完全變一個人 對我超驚訝 今天影片我以為就是這樣子 就是我的結尾 但是她給我戴了全套 我告訴你各位有福了 那我們現在馬上去換妝 再回來 待會見囉 掰掰 謝謝 請問一下 請看 謝謝 超渡 對,常維跟我都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Hi, how are you? 你要不要想一個你的Dragman 我就在想那個Kimchi 不是他就叫Kimchi嗎? 那我可以叫Sushi嗎? 其實蠻可愛的耶 我覺得可以 大家好,我是Sushi Sushi,你的強項是什麼? 最愛對嘴的哪一首歌? 當然是Lady Gaga的Rain On Me 但是因為版權問題 我們在YouTube上面不能有 但記得要去追蹤我們兩個的IG 對,然後 就是在這邊 對,就是都在這邊 然後我們就會在IG上面對嘴給大家聽 獻上我們的Lipsync for your life 一定要耶 Lipsync for your life 就是我們今天整個妝容完成的部分 跟整個變身 欸,衣服都是薔薇帶給我的 完全是突破自己了吧 真的 你比他有穿過這樣子的 對啊,如此辣 超辣耶,come on 然後是薔薇的 就是他很常穿的這一件 這一件也超好看 我覺得大家可以看著這個 算是tutorial吧 就是回去也畫一個自己的妝 拜託如果你有畫你的變妝黃後妝的話 請tag我跟薔薇 讓我們看看你的傑作 希望可以蒐集不同顏色 綠色啊 對,什麼顏色都行 我想一下我的心得 我今天那個腦子裡就是 我只是很興奮 你現在真的覺得自己很漂亮的感覺 我真的就是很漂亮 我現在就是一個想要去逛東西 我真的想去 是不是畫完這樣的妝就會很想讓人看到 而且走路的時候那個姿勢就會 就是很想要 人家這個時候路上如果有人看著我 我心裡就會覺得 你就是看我美 你也想要對不對 真的 不好意思啊 只有我才可以 那我真的是非常感謝今天薔薇 他花了很多的心血在幫我很認真 在畫這個妝 記得要去追妝薔薇的IG 他上面都會有很多非常非常美的圖片 IG會一直不定時的都會有一些影片的作品 但是我覺得我今年可能會慢慢的努力經營我的Youtube了 那今天其實我們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我希望大家有喜歡 有喜歡的話不要忘了給我們一個讚 然後不要忘了追蹤我的IG 然後更重要的是追蹤薔薇的IG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我們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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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